今天歡迎Fanky和史蒂芬來到這個分享 首先我問你們 因為你們兩位都在廣告界 經驗非常豐富 但我想了解一下你們當初 入行的動機是甚麼呢 Fanky你先 入行的動機 基本上我讀書時都很清楚自己想做些甚麼 但內行時因為我父母是做銀行 做財務那些 我畢業時出來做銀行的管理訓練 但做了一刻後我發覺不適合自己做 於是放棄了職業去考商台 商台是做副作者 當時我那個是林夕 當時是年代創作部的訓練 幸好他聘請了我 我一直這樣做做了二十多年到現在 由電台開始才去4A 因為那個年代的電台是比較蓬勃 而且人們很想去那裏 小小木人行 希望可以學到多些東西 電台是純文字的空間 畫面基本上比較少 我本身很喜歡寫東西 如果電台是一個搭台街 究竟我剛好做呢 然後我再去一些廣告公司 再發展的時候 商台或電台是一個挺好的平台 讓我去看看自己剛好做 是否真的能夠發揮 我知道那些人當初入商台 可能他會幻想 有沒有機會做DJ 但你不是去那個方向 我小時候應該知道自己是幕後的 因為自己的聲音不是太好 或者不是英俊 基本上我自己喜歡寫一些電台的文字 或是寫一些文字或劇本的東西多一些 所以都會很清楚自己應該是做廣告創作 多於做DJ 那去到甚麼位置是怎樣進入廣告業的 即是遊商 商台裏面做了一段時間 覺得好像純文字又不是我最享受的 其實我問了自己也很想做廣告 那個年代廣告主要都是平面 電台 電台 甚至是TVC 我喜歡畫面和文字之間的那種化學作用 令到可以將我自己很想想到的東西 我原來幫客人去推廣 這件事我好像覺得頗享 於是我就自己自戰去了很多間不同的公司 最後就有一間2A收了我 就叫ASASU 然後再做了一間我有一些計劃 我再跳去4A 就去了DDB 那Steven呢 我以前大學是讀新聞的 因為想做記者 但是實習做完記者之後 了解到記者的晉升之後 就覺得 可能可以私下發揮 去找找其他東西 之後大學最後那年就去了廣告公司做實習 做完之後就很喜歡了 為甚麼呢 因為第一就是完全不用穿西裝 或者穿制服類型的東西上班 是舒服很多的 第二就是很坐不定 很適合我的性格 原來每個不同的廣告都可以接觸到一個新的行業 所以就入了行 一做就做了十幾年了 你那時入去是入中小企 還是一入就去到4A公司 我是跳功王來的 因為我頭三年我跳了五份工 我第一份工其實做了兩個月就走了 是一間4A公司 非常不好意思 到現在都是 第二份工 我第一份工就去了一間 剛剛是4A的人出來開的新公司 叫做Meta 他們剛剛出來開 就去做了一年多 我第三份工又入4A那裡做了一個月 第四、第五份都是做了一年的各自 我的打工生涯就是做了這份工 但這種跳來跳去 是因為例如有些東西不習慣 還是為甚麼這麼短暫 又決定要再轉公司 笑不跟視 得罪人多 其實是 我覺得是沉沉的 還不是很找到自己最舒服的工作模式 以前打工的時候 所以就 小時候真的不太會想 不斷跳來跳去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分別說一下 你們剛才說了為甚麼要入行 可能跟你們性格有關 不想做一些很規律式的工作 很悶的工作 就選了廣告這個行業 但你們開頭工作了幾年 你們覺得實際的情境 和你幻想的世界有沒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還是原來都跟你想的有沒有一樣呢 有很大的分別 基本上如果我們小時候接觸的公司 都是不外乎是一些電影 我的年代就是應該是小男人週記 鄭丹瑞 他們可以拿保時節 跟著吃美女孩 吃美女孩 可以在下午去赤柱 做個長午餐 這些畫面 在我真的進入那個公司裏面 發覺其實不是的 基本上我沒有長午餐 我只有長午餐 其實我會熬夜 是否可以跟那些很美的女孩一起 我發覺身邊那些又不是 應該做到很殘 另外是否真的會很有型駕駛波子 我又不覺得是坐巴士 所以畫面其實是跟我最初 看到的畫面 跟我真正落場組織的時候 畫面是有幾大分別的 不過其實我又覺得 那個表演或者滿足感 在那個戲裏面出現的 很有自己 如何去表演 在那些畫面我實際做的時候 也都可以拿回 其實如果你可以想到一些很有趣的 故事 或者想到很有趣的廣告 而客人拜託你 而真的出街 整個滿足感 在他們的畫面出現的形象 跟我實際的時候 又真的挺不錯的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是一半一半 就是這樣 其實我小時候對廣告的概念 都是來自媒體的 就是人們穿衣服很漂亮 好像很廣泛 一邊喝酒一邊想辦法 寫一下東西 就一天了 下班了 5點多喝東西 進去當然不是 其實因為我很短時間 是做了一間4A 並不是做了一間居住公司的 所以兩個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進去4A 最令到我覺得很刺激的就是 它說那些招是任吃的 我覺得很棒 為甚麼那些招是任吃的 因為它說 因為招可以刺激你的思維 而且都挺廣泛的 就是那時候的4A 我都是水味 會有個酒櫃 會有很多酒 HAPPY FRIDAY 又喝東西 經常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之後很自由的 那些成員同事吃完午飯 還會一起偷走去看電影 還有會有同事穿劇上班 還有這些東西 那些人又很漂亮的 穿得 之後我去第二間 去了一間居住公司 就完全不同了 就很擠迫 我真的看到甚麼叫兼併兼工作 因為我和旁邊的人 兩個肩膀是沒有空間的 之後做了一天 不知道為甚麼上面滴水 原來是天花板滴水 但一滴就滴了一年 都沒有弄到 所以其實那一下就會 其實這兩個體驗都蠻有趣 就是原來廣告都不只有一個概念 原來做廣告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或者原來那個公司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態生存 你們打工的年代 就看到原來很奢華的4A公司 很風光 有些可能是 兜貓一點 但其實大家又很努力去做一些作品 還有不同的形式都有 你們剛剛說的 是的 還有其實我剛才 都不可以說兜貓的 但因為那間是我其中一間 真的最喜歡的那個公司 他們做了很多 到今時今日 你們都一定會記得的廣告 無論是有隻貓的 無論是那些主體公園的那些東西 你一定記得的 其實原來這些環境 都可以做到一些很好的廣告出來 不如你們說一下 如果你打工的年代 有甚麼最深刻的一件事 或者你到現在都記得那件事 真是厲害 大開眼界 除了一些表面的東西之外 有沒有經歷這些回憶 很多都不可以出界 很多 大開眼界 大開眼界都有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入行的時候 都會覺得 如果有機會拿一些廣告獎 都好像對自己的肯定 小時候覺得 如果有機會去廣告獎就好了 有機會可以去到 公司我原來都會有些位置 買了一些桌子 然後就可以有機會去 我見到整個場口 在那個年代 我都叫做水尾 可能是水尾 Steven可能再水尾一點 沒有了 沒有了 可能沒有那麼風光 那時候我見到風光的畫面 就是那個人會特意出席 那個4A的公司 真的會去一些名店買衣服 然後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我發覺自己 咦 這樣那麼隨便 會不會有些不太得體 我都要回家立即去 大佬都會叫 快點穿好一點 今晚很伊香笨影 很多大的頭都去 曾經去過 見到那個畫面 我覺得 都幾… 即是在現場裡 覺得聲光泣泣 即是那些廣告的大師 還在那些外國人 還在那 我都見到一些這樣的畫面 覺得 哇 都很瘋狂 之後再之後 即是廣告沒有那麼風光的時候 當然慢慢慢慢就比較下跌 但我都叫見識一個 見到一些大的創作的 即是泰斗 即是很厲害的人 在裡面出現過 或者廣告獎班的一些 所謂的聲光泣泣的畫面 也都會很希望 如果自己有機會上台 去拿到這些獎的時候 我就覺得 都算做不枉此生 都有這樣的情況 我還記得 我是記得 不如我講一些 沒那麼正面的事 其實我覺得做廣告的人 是… 我覺得做廣告行 好像進入了一個動物園 即是好像一個大官員 真是甚麼的人都有 我曾經是進入了一間公司 其實老闆是很厲害很厲害的 一間4A4 但是那裡有很多風水陣 即是會有一間房間 有99個飛行波 然後阿姐要早晚進去踢一踢 之後那些窗就不可以開 永遠都不可以拉開窗簾 或者你突然經過就見到 有張紙貼住了牆的櫃門 那你以為壞了 不是 因為原來是有其他原因的 有很多這些就是 原來我們銀行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就是這裡的人 是沒有那麼銅化得那麼厲害 即是不會說每個人都一色一樣 而是真的很多不同類型 和他們真的可以是很瘋狂 但是做事的時候 都是做到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或者是很有趣的東西出來 那講到我們 即是我們初步了解 即是可能創意行業 我們最簡單分 即是藝術基礎 創意行業 你們兩位剛巧都是由 創意行業的文案起家 我想問一問你們覺得 有時候我們看廣告 我們第一眼可能會給他的視覺 即是說很漂亮 這樣就吸引了 有時可能會忽略他的文案 那你們兩位可不可以說一說 你們認為作為創意行業的人 文案的特點或者重要性在哪裏 即對於一個廣告 我會覺得 尤其是現在網絡年代 由我最初入行的時候 到現在我都見到一路很大的變化 我覺得所謂文案 其實來不來都是 你一定要被人記得 還有現在我會覺得 一定要有生悲 即是你要一說一句話出來 可能兩三個字就記得 譬如很多經典的東西 都是因為你記得那句話 然後畫面之後才可以再附加進去 但因為譬如廣東話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語言 即是他有好似變慢化 很多不同的字 來講同一個動作 或者同一件事 所以廣東話 我會覺得如果你要花很多時間 才可以操控得很好 如果有一個好一點的文學 即是文字的根底的話 寫上去就會得身影響一點 現在我們 因為我做的帳戶都比較 即是我叫年輕一點 或者叫做 經常都要有些新的事情發生 所以變成怎樣和年輕人去溝通 都是一個文字上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即是有生悲 被人說到 被人去運用日常生活去玩這句話 這些都是一些 我覺得在文案上比較重要 如果再早期一些 我入行的時候 通常要咬文剁字 要說得很清楚 那些字怎麼去玩 現在反而我覺得未必是那個 即是可能太過輸遠派 太過工整 對於現在在網絡世界上來說 就未必是這麼接受到 或者這麼認受 我會覺得 我覺得文字 我自己就覺得文字是一個靈魂 即是因為 其實那個公司有 主力有比較大的三個公眾 帳戶服務 藝術基礎 剪輯基礎 那帳戶服務 會很忙 它要跟整個計程 跟錢 任何藝術基礎 又是要砌稿 那文案相對 是多一點時間 你去看整件事是怎樣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透過那些文字 是怎樣可以 真的把那個 campaign 的資料說出來 是重要的 還有像剛才 Frankie這樣說 你一想一個 campaign 無論是好 還是不好 你還是想起一些字 先的 即是 我們以前 經常有一群寫家 寫了一句說 阿飛就好 你弄得不漂亮 那些東西 人家都會說 你記得他弄得不漂亮的東西 他說不出來是怎樣不漂亮的 但是如果一個寫家寫了一句 是別人會覺得不好 就說一時 他就是寫那句 那句 好的也是這樣的 你一定會記得 某一兩句廣告的說話 不在乎天盡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這個是經典來的 不好的都是 所以我覺得 又沒有說 哪個重要些 哪個沒有那麼重要 而我覺得 做寫家 其實現在 我覺得 其實說得很適合 就是世代很不同 我又是水美地 其實我入韓委鎮 那些CD就教我 怎樣雕字 雕花 一句headline 寫十個option去想 現在真的不是很 這樣的情況 反而現在我覺得 最重要 你有個想法在裏面 即是你講到那個 insight 你就算直接講那個 insight 出來的人都會有 還有我們現在都是一個 比較大時代 一個動蕩的時代 其實你講不講到 那些想法出來 是最重要的 還有我都要補充 我覺得要講真話 即是有時候 你太過門面去包裝 這件事 反而來得比較假 即有時候 現在很多時候 我會覺得 尤其是現在的 即是沒有明星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要跟一些所謂KOL 或者跟一些 現在新進的一些偶像 或者是歌手 他怎樣去做 那時候 我們都是要跟他們說 或者我們想一些東西 給他的時候 是要夠真 是適合他講的 即是講人話 即是如果你說得太過 很官康 很官面 說到好像很商量 這件事是反而 我覺得現在 難些被受眾去接受 所以回應剛才 就是 其實我不用太過刁剌 就是用你自己去講 出那個原因 或者那個理念 或者那件事 其實就已經可能受了 是的 我這個我想再講 就是我超級認同 即是因為現在 有世界人話 比較罕有 即是不只是廣告 是你身邊所有東西 都很刁剌 你有時候 如果你的Camping 是肯說一些 很人話的東西 已經好做 即是其實現在網路的人 是他不需要你那個產品 或者那個明星 是百分百完美的 但他需要你夠真 即是那些人需要你夠真 你見到近半年 或近一年 即是叫出名的明星都是 他們不是最完美 或者是 很漂亮 很官仔滾滾的 而是他們真是 那些人覺得 他是一個很真的角色 很出的角色 在網路上 可以設計 即現在可能 現在做文案 做廣告 其實就是要知道 網絡世界發生的 甚麼事 或者社會發生的 即是那件事 即是那件事 就是不要那麼離地 或者以前那件事 就是我雕像得很厲害 這個字 現在可能那件事 已經不成功了 或者可能現在那些受眾 可能他不是想 即對於那種 咬文雀字 那件事 可能沒有甚麼共鳴 即是否反而現在 要抓住人的共鳴 才是一個最重要的方向 是的 那時候究竟 因為現在很多品牌 其實自己本身 都會有很多問題出現 即是可能一定 現在網絡世界裏面 每個人都讚你 一定有恨人 所以你怎樣去控制你寫的文字 或者怎樣去說你的訊息 其實都重要 即是怎樣可以很聰明地 或者怎樣可以很 大家可以接受到的一個方式 來去表達到那個品牌 或者那個產品的一些 一些資訊 或者資料的時候 都是需要 剛才也是對的 即是Steven說的 其實煙世都很重要 即是究竟產品 怎樣跟那個人 去發生的關係 怎樣是 不是那麼單向性 互動 這些都是我覺得 在文字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通常好像關公災難 都是因為寫文字 去發生一些問題 即是你講一句話 可能被人不斷地 再發酵 再變大 但就少一些是畫面 其實文字 即是縱伏的機會大些 還有是 我覺得一個時代的改變 即是以前 即坦白說比較太平盛世 經濟很伊香笨影 大家有一個優惠去欣賞廣告 去購物 即是你有個心情 即是你以前 即坦白說 你個個都不會看新聞 看到好像現在這麼多新聞 其實是 那個盛世的時候 你就會有時間 有個空間 有個心情 欣賞一下廣告的設計 等等 但現在這個世代 其實我們做廣告 正在鬥的 不是其他廣告 是跟即時新聞 跟即時畫面 鬥的 是跟每天有多少人 有疫症 疫苗等等 所有的新聞鬥的 而大家不會再有一個 充滿 去 這個字呢 如果這樣就更好 即是 他會很介意 就是 你限制一個產品 限制一個廣告品牌 你可不可以 先和我有個共鳴 或者 你是不是先進入了我的生活 裡面 而不是單純賣貨 這個是 其實它不同了 而 我們做廣告的 其實 最後我們不是做藝術 我們不是搞藝術 不是搞什麼 而是我們的天職 為什麼這行 存在這個世界 就是賣貨 所以我們就要不斷改變自己 令到我們 仍然可以買到貨 還有多個位 其實現在網絡世界的 就是大家沒有耐性 就是要你很短促 以前我們都可能想過 廣告 如果在最後才製作弊 製作弊 其實可能現在 在頭兩秒鐘 你已經製作 或者帶出訊息 要很快已經進入到 你的腦袋 或者眼球裏面 否則它們就離開了 其實你自己 如果是一個 使用者 你都覺得 一、兩句 吸引不到你 其實你已經離開了 所以以前和現在寫製作弊的方法 或者入手的切入點 其實都很大分別 我想問問Steven 因為我留意你近年 你公司的廣告 CQ2R的廣告 我發覺有很多 在廣告的形式上 其實有很多突破 就是我作為觀眾 可能近年 如果前幾年 Expedia達過 那廣告 我想很多人都記得很有印象 去到再前一、兩年 你會推銷一個抗疫物藥 幫客戶 但我看見你除了一些傳統的方式 例如你做了一個展覽 在中環 我們又和一些圖書去看 亦都做了一個 那時候未有疫情 搞了一個 開放的餐廳 是可以登記去吃東西的 那我就想 我想問 你怎樣可以 就是用一個廣告 可以用這麼多不同的形式 你怎樣說到客戶的訊息 但是你也推銷到客戶 就是你要做這些 就是我們覺得 哇這麼有趣 這些東西其實你背後 有些什麼因素 或者什麼條件你才可以 真的做出來 其實我覺得百貨應百客 就是 你香港 你怎樣都有些客戶想做那樣東西 所以 例如說 我們 其實一開始開一間公司 是最難的 頭幾年 我們開了八年 一開始的頭幾年 是最難的 因為我們 你本身沒有人認識我們 或者我們的股票不夠強 的話 我們要推銷一些客戶 去做一些我們叫瘋一點的東西 比較難 但是慢慢其實 近幾年是比較容易 因為你找得我 你都知道什麼了 你都不會簽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我們一直有個信念 就是 我們想做一些不像廣告的廣告 就是我現在這個世代 其實 如果一些人一想你 你就是一個30秒的電視廣告 或者你就是什麼什麼的話 其實不是沒有效果 那些東西都是要存在的 但是現在的人不會很信廣告說的話 因為他不信品牌自己說的訊息 所以其實例如說 一個餐廳可以有廣告 一盞鹽可以有廣告 就算一張箭桌子的紙 都可以有廣告 這是我們希望做得到的事情 第三件事 如果你問我 怎麼可以推銷到客人去做 其實在裡面 你一定要回答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想過那些辦法 講過那些辦法 可能只有四、五張文章 但是後面預備回答問題 可能有三十張文章 安全點 保險點 那些人吃錯東西 肚子點 怎樣可以不關我這個品牌的事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很多一抽 我們可能是有一個FAQ 已經寫好出來 我們是明白的 這個就這樣 這個就這樣 那個就是我們要負責責任 就是我們所謂一些比較 比較怪一些的構思 後面原來我們真的想了很多 怎樣 有很多道防衛門已經想好了 但是你覺得 例如做一種很爆的方法 或者一個很新鮮的形式 回應客想 所謂叫泡布的產品 那個距離 你是怎樣處理 會不會有時 創作者一定是想 越有趣越好玩 但是會不會怕怎樣 脫掉原本的項目 其實又不是的 我們其實想的 永遠都是由KPI想起的 我們現在收短報 客人的簡報 第一件事我們問 就是你這次要追什麼數字 就是你純粹是追那個 增加印象 追認識 還是不是我去追下載的 不是我去追追上網站的 不是我去追追上網站的 不是我去追上網站的 那我要問清楚的 例如說原來快餐店是追賣餐的 那一定要問清楚 我們在想那條短報的時候 就是就了KPI想 例如你剛才說抗疫若藥 為什麼是餐廳呢 因為其實抗疫若藥 你不可以自己在街上買 所以我不需要直接追上網站 我們是要接觸很多醫生 第一就是 很多醫生會知道這個藥的存在 他可能開診療時有需要 第二就是 我們其實現在關於 mental health 其實有很多 stigma 其實在亞洲社會 就是我們希望用一些很簡單的 例如你餐廳一天生餐都吃 可以撈到一些可能性 或者他自己都 如果你直接跟他講抗疫若 他立刻已經關閉了 不會來的 但原來一間餐廳他就會來的 其實我們是這樣做一些 所以其實銷售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是由KPI入手去銷售 明白 然後想問Fanky 因為我發覺不少 例如做廣告的人 提起你都會講起麥當勞 例如快刷連鎖定 我想問你是否大國至今 應該是2004年 已經在DDB 已經開始參與客戶的廣告 去到現在 2004年開始 那時候 要再跟公司有些結構 我就給當時的ECD 就是CC10 就說不如你 見你剛剛回來的時候 不如你去幫麥仔做事 初來都不知道 之後發展會怎樣 那麥當勞 2004年開始 是第一次做麥當勞 那來來回 現在 中間我又走過幾次 去到另一些公司做 那時候又回到大陸做事 總共有十幾年 到現在 二一年 十幾年 十五六年 都是做麥當勞 那時候 我很好奇 你跟一個客戶 跟十幾年 究竟是一個什麽經驗 怎樣保持一個 你保持有東西給他 其實 你問得好 其實我怎麽可以 十幾年都要保持 因為其實 來來去每一年的 所謂整個 成果 都是賣類似的東西 可能我又要再 Shake and Deep 然後又要 八萬 Monopony 下次又會推銷 這個豬柳強 可能會推銷 Big Mac 每一年都可能有機會重複 那其實 我會看到 因為我由零四年 到現在 我都見到整個廣告 或者麥當勞本身 由不同的進化 到現在這一刻 最上剛剛就是做了 姜濤 姜B餐的 campaign 其實你見到 變化都很大 由可能之前那幾年 做一個 content 就已經足夠了 一條短片 到現在 基本上你是開散彈槍 你所有的媒體 Facebook IG 甚至乎外出 所有東西都要 都要涉獵到 就算做AR 做一些 所謂的IG 的 filters 這些其實都是需要 在整個 campaign 裡面會出現到 你才可以 sustain 到你的 campaign 以前可能 再早期的TV 一個外出已經收工了 到現在 中間又會 可能有多不同的 content 到現在這個時候 content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海量式去做 其實變化都會很大 怎樣去有這個 所謂新的思維 其實你問我 我一定要有新血加入 就是一定要 每一個 我那時候 剛剛我二十幾歲 我就做麥當勞 我就是一個用戶 我自己去想 到現在我去到 這個 position 的時候 我去過很多新血 那些新血都是二十多歲的 一些年輕人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的想法 是由他們來的 我就負責了把關的位置 有什麼位置 可以做得更加好 有什麼位置 可以想多些 生弊下去 怎樣可以令客人 怎樣可以購買得好 或者怎樣再加一些不同的 media 令整個 campaign 更完善 這個是我現在的 role 反而如果我 因為作為一個創作人 其實你去到某個位置 你會乾的 尤其是重複重複重複 又是你 陳先生 那些位置是 你會沒有了那個熱情 或者你未必有新意 所以一定要有新的隊員加入 來把整個團隊 有新的血加入的時候 你會有新的思維狀出來 我們都需要去聽一些 現在年輕人的一些想法 或者現在玩這些 但你給他一個說法 或者怎樣令到事情 再爆些 所謂整個講 怎樣爆些 這個位置就是怎樣令到 所謂整個同一個帳戶 但你每年都會有些 有些有趣的事情出現 就是這樣做 所以你現在執行聚業總監 這個職位 是否有些像 你其他同事 可能想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他們知道 現在興什麼 那你就把事情編輯 就是組合成為 一件成熟的事情 這是其中一個方向 其中一個方法 通常就是有行動 或想法 找個說話去包 或者如果我們 找一些不同的人 出來 不如說一下今次想玩些什麼 即說過說些什麼 由個說法開始想回 行動都可以 其實沒有一個特定的章法 是不同的 有時可能你現在 很多時我們要和客 因為和客人太熟 這麼多年 很多時我們想了一些 就會和他一起聚會 即是你會不會用這個人 會不會這樣玩法 會不會有句話 怎樣說 很多時是和客人去互動的 都會幾多 現在都 還有我想一個 如果你復活了這麼久的客戶 其實那個信任 是否令到你們 反而很多東西 可能客戶會比較放手 或者你們已經很知道 大家對方是做法 或者需要什麼 有一句說話 是否叫做 Familiarity Please Contempt 即是令到你熟了 你就會藐視 看不起對方 或者藐視對方 這是存在的 存在的意思 即是大家熟了 熟到一個位 其實你那些東西不行 可以繞東西便掃下來 即是會直接說 不是這些 你不行 你不喜歡什麼 你不用繞圈 直接和最大的可以談到 他的接受能力 某程度上都幾高 亦都幾凶狠 你要接受到他的凶狠 但同一時間地 你聽到真話的時候 你會立即知道 哪些事情可以做到 哪些事情做不到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不好事 我聽Cup House 聽幾個朋友說 可能做廣告做設計 可能做了幾年 更新進的朋友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聽他們 在埋怨 即是說客人又很紋失 想了些事情 他又不接受 我又想了 但你們兩位 資歷這麼深 但又做了這麼多 很突破性的廣告 其實你們怎樣 如果怎樣回應剛才那些 即是年輕人他們見到的情況 或者你們有什麼建議 可以幫到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我先 好 其實我覺得 怎樣說呢 如果做廣告 對於我自己的職業 或者現在我見到 其實有八成都是辛苦的事 即是兩成 你見到好像很風光做到好事 尤其是一些比較大的帳戶 或者我覺得小的帳戶一樣 即是其實是年輕人 會見到一些 嘩 為何你做到那些 但其實有很多時間 你都是做一些很悶 很… 那些叫很煩的事情 和客人周旋 為何客人那麼蠢 為何客人要這樣改改改改 是改無限這麼多次 然後可能是 在你無限這麼多次的痛苦之中 被你爆到一個厲害的東西 那這個厲害的東西 可能他們只見到最風光的位置 但你見不到其實 我背後患了多少 我會覺得年輕的一代 其實我會覺得可以捱多些 即是去苦苦多些 因為其實苦苦多些 的意思是 當你苦苦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其實那些東西 不是一些這麼重要的事 令到你苦苦的位置 是令到你可以去到一個 做到一個這麼好的 一個必須要經過的一個 一個理程 我會覺得 我永遠銷售不到 我是先負責自己的 即是…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覺得是否 就是… 我覺得賣招是一個 信任的遊戲 因為我們做廣告 我們不是會計 不是其他專業說 有一個很客觀的尺 去量度 你行不行 還是怎樣 而是… 其實… 例如說 可能同一條計劃 我銷售不行 Frankie銷售就行了 或者反過來又有機會 其實是看客戶信不信你 其實你… 如果你是比較年輕 其實… 你是要培養 客戶對你的信任 例如說 如果客戶預期你給80分 你給120分的東西去 或者你客戶 原來你再試多些 你慢慢標上去 其實是… 在銷售的時候 是否答不到某些問題 就算那些問題是… 比較煩 或者比較不合理的 但你也要回答 其實… 在最後我們不是說是那個 真的 那些錢在那裡 我們是… 我們是一個軍師 我們就希望你可以採納我的意見 那我就要想自己 有些甚麼是可以答得對 覺得不對 這個第一 就是一個心態上 你不要蠻人 就是蠻了自己 有些甚麼可以做得更加好 是否因為他不夠信我 為甚麼他不夠信我呢 是否因為我小時候 還是甚麼任何原因 第二就是 每一個客戶 他有自己的局限 真的… 例如說 很多人說 很多人會覺得 我們公司做得更好 有些客戶是真的受不了的 我們對那些客戶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 專門推銷一些好的東西給他 而我經常覺得客戶 就像一條橡筋一樣 我們那個公用 就是盡量盡大他 令到他的接受範圍寬一點 但是他永遠不會是 模糊框 特別是例如你做快餐店 都會知道 那一定是有個框框的 我的食物不能拍得不好吃 至少一定是 而你要認清楚 每一個客戶的局限性是在哪裏 有些品牌本身已經可以玩得好些 玩瘋一點 有些品牌是要玩瘋神 但瘋神不代表不能玩得爆的 那你就要轉那個位置出來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問我 如果說一句話 就是 就是不要蠻人 先懷孕自己 明白 如果雲官經常在廣告業 現在有時會聽到有人說 4A好像沒落 或者沒有以前那麼風光 那Fanky你其實一直都在4A 就是做了很多年 那Steven現在開自己公司 就是算是一個中小企 現在沒有起很多中小企的公司 那你們可不可以分別說一下 其實 就是現在的4A和中小企 其實他們分別有什麼優勢 例如廣告畢業生同學 他出來後 其實可能他不懂分 他應該入什麼公司 就是他應該怎樣 你們覺得 例如4A的優勢是什麼 如果你問我 這個問題其實一直都是一個討論的問題 就是全球性的問題 就是不會只是一個個別事件 單一個地方 譬如4A的尺寸很大 轉身慢變化 轉變會比較慢 就是你會不會做回傳統的事情 其實我看到其實是因為尺寸太大 我覺得是需要時間 或者裏面的人 是要有一批 可能是比較以前的人 慢慢去退下來 去轉變的時候 我年輕人再上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轉變 是需要時間的 因為始終艇太大了 是一輪不是一輪的艇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現在我們都已經刻意地變化 譬如說 我們會有一些社會 有些社會 有些技術的部門 出來了 甚至我們會有自己的拍攝 甚至拍照 所有事情都會去做 整件事 我們都希望可以把一個大的 東西鑑多很多不同的選擇 來到原來我們可以轉身慢 快些 或者適應的力會強些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是在轉變的 一定要轉變 其實沒有可能會變的 尤其是現在網絡世界的時候 其實所有事情 可能一兩天已經不同了 另外我會覺得 所謂的優勢 可能他們會有些計劃 做一些品牌的工作 可能會比較有些優勢 因為我之前也做一些小公司 我之前做一些小公司 我看到裡面 可能我們需要一些 有些客人需要一些計劃 小一些公司 會不會有一個計劃的時候 的部門 有些客人真的要聽這些 有些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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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比較有些優勢 但其實我覺得 大公司的公司 其實都沒有很大的分別 主要如果4A 就是朝著方向 慢慢慢慢去轉變 我覺得將來 都會有得做 我覺得 其實這個討論 應該都五、六年了 都應該有 前幾年 就是在說 好像很多小公司開 就搶了很多4A的客人 我覺得近一、兩年 已經不再是 就是4A已經又站穩回一會 因為 其實都是百貨認百客 就是有些客人 是一定要4A的那個測量 無論是計劃 或者資料 去照顧 現在我看到近一、兩年 就是 我們這些蚊企 就互相淘載了 我叫他們做 因為 是人的電腦出來 就說是那個公司 現在就是 就鬥得很厲害了 鬥便宜 鬥成 說真的現在 你也知道 就是 三萬元拍佈老片 拍到 五條 五條 送多條剪單給你 都有 就是我們以前 你沒有50萬 不要開機 不要 怎麼會現在是這樣 所以 我覺得現在的局勢又不同了 就是 會留在4A的客人 會繼續留在4A 而4A 你說是否轉心慢 還是怎樣 就是 是有得有失 而它的構圖 我覺得是 特別是 你可以比較有一個 空間去學清楚 原來的流程是這樣的 一個正確的做法 因為 其實我之前 就算請Fresh Greg 很多時候都說 不如你進去4A看看 先 你再出我們這些做 因為 我們其實是打仗的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沒有resource 不會有人照顧你 不會有人盡 我們一扔出去 就扔你出去射槍 那你可能有些基本功 你是未覆盡得清楚 或者我們其實是跳了很多步 就是我們有時是 如果我們跟客人熟的話 其實談一個電話 就已經做了一個briefing 根本沒有一個proper briefing 一句可以去思考 或者有時 skip了brainstorming 因為跟客人的電話 已經大概有一個方向 已經同事開始在做事了 他未必會覆盡到 不是 其實是應該這樣 這些基本的東西 其實可能是 對廣告的看法等等 在4A其實就有個空間 可以去看到 還有現在第二件事 就是我覺得分別越來越小 你問我 例如Frankie做麥當勞 其實那些東西完全不4A 例如說 姜滅燦他不是一條 不只是一條大片 有個KV 我特別記得的就是銅鑼灣 他甘伯利 就是蠻多視頻 蠻多視頻 但是你會看到 是你想過的 會不會有一條東西 就是這些功夫 其實是 你是很flexible 和你是要交易 你是要交易的 其實那些媒體 我覺得 其實那個分別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明白 好 那謝謝兩位 很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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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